如何去检查我这个行政区 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检查地质.2.2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就是会有Nur 好 那当然我们要看的 我们要看的 Nur它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质.2.2是空值 对吧 就是这个Nur它所代表的意思 那地质.2.2 它如果是空值 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情形 就是它根本就没有填行政区 那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个空值你一定要懂 这就是我做完资料清理之后 我要去检查 我到底我有没有做干净 做干净这件事 好 我现在因为它没有填行政区 所以它所有的资料 经过这个分割资料行 我是透过刚刚的逗号来做分割 这个没有逗号就代表说 它没有填市区 所以这边才会不能做地质的一个切割 全部留在这边 好那我接下来 我真的我们必须要去好好的检查一下 先载入更多 然后全选关掉 请直接勾 Nur我们要知道到底是哪几笔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不过大部分都是在新竹市 总共有几笔 现在有40笔 地址二 它是没有填行政区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会这样子做 好就是我去查出来 这个地址 它在新竹市的什么区 它是东区啊西区啊什么 好然后我就复制它 我会要透过Google搜寻 引擎的协助 查到说这一个地址 它在 它到底是在新竹市的什么区 像现在我就查到了 它在香山区 这个行政区我就查到了 所以我会去修改我的资料 好怎么修改 就直接 直接请注意在这个 地址 这个地址 2.1 2.2.1 滑鼠右键 然后 直接去做取代值 然后要寻找的值贴上 改成 改成香山区 贴上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内容 我就把它改成香山区 加上刚刚的内容 确定 可是它还是落在 落在就是不对的 这边 就是它的地址 2.2 还是NU 好 不急 我们只要把这个 以取代值往上搬 搬到就是刚刚我在做这个行政区之前 所以这个以取代值7搬到这个我把刚刚那个地址啊 就是以取代7搬到以取代值3前面 所以按住以取代值7 拖曳到以取代值3 在这个地方 刚刚的那个新竹市 香山区 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它就 它就已经被改掉了 你看至少这边 最下面这边 它就没有这个错误的 就是没有填行政区的 嘉义市的那个建成街 这个 这笔记录 是呈现在NU的一个结果